交流車停在巷子口 駕駛下車朝工地人員衝過去 兩人吵了一陣子 霞羽苗竟然互相拉扯推擠 最後就在工地大門旁 兩城戶毆的場面 後方機車騎士趕緊閃避 但因為發生在載巷口 後方的車輛也被擋住驅路 無法動彈 兩人拉扯了好幾分鐘 直到警方到場才助手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 這處建案工地旁 駕駛和工地人員明明互不認識 為了什麼要在街頭戶毆 原來是因為不滿被擋路 像這樣的建築工地 通常大型車輛要進出的時候 都會有人員幫忙引導 並且是管制路上的車流 但是只有有人當天的時候 是不滿車子被擋下來 想要前進就下車和工人 爆發肢體衝突 50歲黃性駕駛 當時開車進過工地旁邊的巷口 工地人員因為要讓大型車輛進出 把它擋下來引發他不滿 原本只是要下車想理論 沒想到越吵越激動 雙方最後當街扭打 兩人也都進了派出所 黃性駕駛被傷害罪判拘役30天 只是這種狀況在街頭相當常見 無論是工地進出或是警衛引導車輛 過去都發生過類似的糾紛 但如果不是執法人員 確實不能隨意指揮交通 這個人他不是交通行務人員 就比如說易交啊 或是我們員警 或是一些導護人員的話 他是不能夠隨意在路上 攔阻人車阻礙交通的 導遊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除1200元到2400元的罰還 警方說如果真的有需求 可以填寫申請單 向當地行政區 易交中隊提出申請 就會由易交道場協助 但不滿被擋路 動手的人當然要被罰更重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